美国为什么担心歼10战斗机外销 一张图曝光真相 意外暴露了美国的无耻嘴脸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日前歼10C因为蓬佩奥成为网红 美国决定全力阻止伊朗获得这种新型战斗机 原因是杀伤力很强 能把欧洲亚洲都纳入伊朗的瞄准镜中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美国还公布了一张 伊朗获得歼10和苏30之后作战范围照片 照片显示歼10C拥有1648公里的作战半径 作战范围覆盖整个中东地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 正是这张图片暴露了美方的无耻嘴脸 因为美国竟然把战机航程当成了作战半径 把歼10的威胁程度放大一倍 美国为什么要选歼10和苏30呢 说实话 当前国际社会能让伊朗采购的中型和重型战机并不多 除了俄罗斯的苏30米格35之外 只有歼10C可选 也只有这几款战斗机对伊朗销售是美国无法控制的 考虑到伊朗空军目前仍以二代机为主的现状 在遭到美国经济制裁后 已经失去了90%以上的石油收入 想要大批量换重型苏30战机显然不现实 因此歼10C被公认是伊朗最可能大批量装备的战斗机 甚至还有可能引进生产线 按理说 伊朗就算引进了歼10C和苏30 也无法与装备F35和F22的美军相比 那么蓬佩奥又为什么如此紧 甚至还拿出一张把航程当成作战半径的照片呢 实际上 伊朗装备这两款战机的可怕之处在于 大大提升了空军的攻击范围 而这个范围内有大量的美军基地 而且基本没有配备五代机 另外 伊朗对空军的使用可能与众不同 更大的作用是保护地面弹道导弹部队的展开 伊朗已经装有反引型雷达 歼10C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 甚至能获得对抗F35战机的能力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 一旦让伊朗获得了歼10C 就会失去像在叙利亚那样 轻易轰炸军事设施的能力 一旦让伊朗导弹部队可以从容展开攻击 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都在战争时期会变成人质 因此与其说美军害怕歼10C 还不如说更害怕伊朗的地对地导弹 可以看出 随着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制裁 新线在10月份结束 美国开始着急 美方在已经退出伊核协议的情况下 想要阻止伊朗更新武器装备 显然不太现实 现在拿出一张把航程当成作战半径的照片 就是恐吓盟友 想在联合国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 不过其他国家也不是傻子 美国制裁伊朗想获得欧洲国家的支持 本身就非常困难 别忘了还有俄罗斯等国拥有否决权 至于伊朗会不会采购G10 的确是一件让人非常期待的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